屏東中央獅子會會長許清松 協同你好樂團主唱彭加尼及網紅少阿妹 前往內埔鄉關懷創世屏東院服務的 彈老個案宋阿婆 擔任創世愛心大師的彭加尼 準備客家菜 高麗菜封 並為同事客家人的阿婆熬煮粥品 温暖她的貴語心 阿婆說 因為行動不便 常一個人躺在床上 沒有人可以跟她說話 大家聽到都很心酸 彭加尼為了讓阿婆心情開朗一點 特別獻唱一首客家歌給阿婆聽 彭加心皮 哇 創世屏東院除了服務住在機構的植物人 也服務在一家安養的植物人及師能或床老人 因為像阿婆這樣需要服務的對象還很多 創世屏東院將結合屏東中央獅子會 於12月14日中午12點辦理職愛你歲墓愛心餐會活動來募款 屏東中央獅子會會長許清松稅先響印 要使友們捐出12萬元 拋磚引玉 伴有更多人加入任作行列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幫助這些職務人照顧的一個活動 所以說就在我們中央會裡面發起我們的師兄的一個募捐 那希望藉由這個活動能夠號召更多有愛心的人來認購這個餐會 那我們今年是12月14號在水月起都辦理 那目標是70座 所以現在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共襄省局來協助我們在植物人照顧上的一些服務經費 餐會上廚精致美味餐點 愛心大使彭加尼 你好樂團 網紅少阿妹 歌手維尼豪 柯瑞盛等人將出席給大家同樂 此外彭加尼的姐姐金曲歌後彭加尾也認住三桌並做二次公益 將由創世把餐券轉贈給弱勢家庭 我們希望藉由音樂來讓我們的職務人 因為音樂可以刺激他們各方面的一些神經 然後希望他們能夠趕快的行過來 然後這個也藉由音樂來分享給大家 希望用音樂來號召大家來響應這個我們參與植物人這個餐會 創世屏東院表示 感謝愛心大使們的協助讓活動更精彩 愛心餐會每桌一萬元 餐券每張一千元 收入將全數用於植物人服務 邀大家共襄盛舉 讓植物人獲得更完善的照顧 愛心嘉義 祝弱勢 記者張維 劉建榮採訪報導 今晚有信任看到了